嗨大家好我是Piafine好久不見啦各位 哇我們的哈利波特終於更新啦 雖然我說我的哈利波特比較少拍啦 但是我個人也玩得蠻瘋的就對了 有稍微一點點 雖然說中間他長草長到有點過分啦 好啦沒關係 至少他更新嘛對不對 好首先我們活動點進來這邊呢 可以看到第一個叫巫師圓夢裡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不過只有十天而已啦 有一點可惜就對了 每一天呢從原本的圖書館抽獎券 變成了這個叫什麼 非凡卡寶解 那時候他是另外一個保底的機率 保底30抽就可以保底一張金卡出來就對了 然後二重理是每日登錄 欸每日登錄本來就會額外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現在給你七天又直接送你一張金卡 整個是有點香啦 所以這七天盡量是一定要給他領起來就對了 因為畢竟白不用 不拿白不拿嘛對不對 然後尤其是非凡卡寶 作業的話五個做完就可以了 好協作還不太需要做你知道嗎 好那接下來是賽季的部分 賽季的部分的話有多了一個外觀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我們大家再去看就簡單說是那個 通行陣啊 那再來是決鬥社 決鬥社的話呢他會重置結... 他的牌位會重置 但是我的牌位目前還沒有任何的重置就對了 而且呢獎勵可以重新領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按全球對決的單人決鬥最強物事啊 我還是史詩 對我現在打到史詩我還一直打不上去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因為我分數沒有變耶 有點神奇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我可以全部重領呢 欸先全部領起來吧 對啊這樣比較賺對不對 哈哈 然後多了一個幣 這個幣我們等一下再說好了 然後我們就先來領起來吧 可是很可惜啊沒有到7500 我記得我要直接多送你這樣金卡你知道嗎 好全部領取... 欸不給耶 欸? 喔原來是有... 所以我現在點... 喔... 他自己知道出問題就對了啦 不給領啊 好吧 欸我覺得有賺到 結果沒有 好吧 那他現在應該是BUG的關係 那如果從外面領呢 來喔如果從外面領下去的話 不給 好啦他確實是有BUG 那代表說他還沒重置好 可能是第一次更新有沒有 會怕會有問題 好那再來呢是咱們的卡片 終於有出新的了 他總共出三張啦 有麥教授雷鳥跟破星咒 不過這個東西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介紹過 而我自己介紹的話感覺人家不熟 因為我自己卡片都還不熟 我來講的話 感覺那麼點爛就對了 不過這一張啦保底是一定拿到的就對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小抽一下 之後再拍一支影片全部給他抽完 好那再來是星空舞會啦 舞會的部分我自己是比較少參加啦 不過舞會的話 現在是不是給你換背景了 現在是2點22分 有欸給你換背景了還不錯 啊對給大家看到 其實我現在已經買了一個實裝了 好等一下再來看 換背景然後很像要多新音樂對不對 然後又給你多了一個 喔 多了一個金幣 每次獲得都可以欸 等一下 那是不是有點賺 等一下 好吧那很像不跳不行對不對 然後打一下接著我來玩給你一台 哈哈哈哈 好先這樣就好 好再來是圖書館新過大 就是這三張嘛對不對 破星術 然後麥教授跟雷鳥 好那我現在是已經抽到雷鳥了 雷鳥會作為性選擇三個友方施放雷電環 並給予少量護盾 雷電環將在一段時間後被雷鳥引爆造成範圍傷害 這感覺有點像是那個炸彈的對不對 有點像 然後麥教授我自己覺得有點噁心啦 就文字上而言啦 小動物又給你無法行動 然後呢 然後又可以傷害增加解除變形之後又會減速 減速完之後我每用一張手牌又可以給隨機單位釋放變形術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對方沒有任何的怪物在場上的話 是不是就一直放那個巫石本身 然後釋放八次之後呢又會召喚一個石像士兵 有沒有這麼浮誇 破星術的話算是複製別人的卡牌啦 然後魔力值可以減少三點可以使用 但是只能使用一次但是也要打到 如果今天沒打到的話會獲得一張 這個空空遺忘卡牌然後給你回復兩點 可是有點虧啦 我花四點回復兩點算是一個給你寶藏就對了 好再次特別到的簡單來說就是又給你一個每日任務啦 給他解完就對了 我們今天總共要解完八天就可以給你拿到一張金卡 然後如果剩下時間再解完的話呢 又可以再有額外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這樣 因為他第一天獲得 不知道剩下幾天是不是都獲得這個 這樣的話這樣跟通行證比起來 這樣等於是一天兩張欸 好再次決鬥訓練賽 這個東西就是單人決鬥雙人決鬥 然後再來是決鬥訓練賽嘛 就是一個一個直接打上去對不對 不斷不斷的打上去 你即將以15名無視總共16名 要聯姻四場才可以 你們中任何一位都是未來冠軍 然後比賽開始要準備一個卡組 一旦開始就不能換了 然後呢公平1v1的情況下 卡片 很規則 大家都一樣都是10等 等一下 這不就跟隔壁拉底有點像嗎 回想品質提升至金色 每個都金色 戰鬥加成均不爭勝 喔喔喔喔喔 然後比賽可以獲得天梯積分 越高的積分代表越強的實力賽 就越強對不對 本活動可以使用兩種門票 剛硬門票 喔喔這還要花這個參加喔 不是免費的喔 銀幣參加 然後同硬門票 剛硬門票免費使用 同硬門票可以獲得兌換 只用該門票獲得獲得更多獎金 喔喔好補到錢對不對 然後參與活動可以獲得決鬥銀幣 冠軍金幣 OK好 然後總結束活動前十的 好啦 頭像而已嘛對不對 頭像而已 好再說 然後我們可以獲得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直接看商店就好了 商店可以換到 銀幣要銀幣100塊 然後最後非凡卡包 可是這一次而已耶 11月1號只有兩個禮拜 沒有今天11月 10月13號也沒有到兩個禮拜 大概三個禮拜左右吧 但還是有點硬就對了 好然後下面 欸沒有啊他說金幣在哪裡 金卡在 欸沒有啊 欸金卡呢 那如果是任務的話 這邊有一堆任務可以拿到銀幣 喔任務拿銀幣銀幣換這個啦 可以再換就對了 好那這個活動任務全部換完的話 欸沒有金卡啊 欸 欸 等一下 哈哈哈 金卡呢 我只在乎金卡 其他我不在乎 哈哈哈 好啦好啦沒關係這個之後再說 好那再來是雙雙字他又出現了 然後可以看到我這裡有兩次的原因是什麼呢 沒錯我們的東西這已經買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啦每天可以獲得一次然後周末的話又兩次啦 那我現在有這個的話等於周末有三次啦 那三次的話我要贏三局總要贏九局一天欸 啊我希望這個重置的話可以從一開始開始打起來的話應該會很快啊 如果一開始要從史詩開始打要贏三次那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嗎 OK好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好那再來呢是第三波的尋寶啦 尋寶這個東西我個人覺得蠻重要的嗎 因為雖然說他可以獲得畫框 畫框可以拿到幸運值 幸運值有機會可以拿到金卡 可是我已經幸運值120啦 金卡還是沒有多到 金卡還是沒有讓我賽到幾張你知道嗎 然後通常這個金金土活動呢 我都會最後一天才用啦 我最後一天直接看 我都會最後一天才去爬文 然後把全部的東西拿完 爬完的話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啦 OK那就到最後一天再說啦 再來是社群觀眾啊 這個都一模一樣啊 再來呢欸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香欸 這個試穿這...那這一次的時裝我覺得還蠻棒的就對了 沒錯可以看到我已經給他買下去了 好我們可以直接在這裡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次改版算不錯 因為他的服飾呢終於可以完完全全拆掉了 像我們之前的東方年華就這套超漂亮 但是我也綁定一個服飾現在沒有了 我可以投飾換成其他的服飾都可以 而且他顏色可以隨便去換欸 那我今天要怎麼搭都沒關係 像之前的暗夜終於也剩給你綁定一個頭飾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會讓以前的服裝 因為我覺得欸我可以換這個波浪頭 我真的好愛這個波浪頭 這波浪頭怎麼可以這麼好看就對了 百搭啊真的是百搭 好啦我現在就是這樣 至少買了我就可以額外穿嘛對不對 好啦除了這個服裝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個服裝更漂亮 只不過實在是太難啦 好那個服裝就在神秘商店啦 好神秘商店一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一套服裝啦 哇賽這一套我真心覺得有夠漂亮的 真的 只不過這個真的太難抽了啦 我自己是真的沒那個命去抽就對了 然後多了一個新的法杖 不過這個法杖就很雨傘嘛 不過它的能力很像是一樣的 不過它又多了一個卡牌守戀數加三 之前是只有這個而已對不對 好啦這個我也不知道 反正畢竟這是歐洲人或是課金大堂在拿的 我這個人真的是 有點慘 然後是瑪芬的時裝啦 不過瑪芬的時裝 好啦就看有沒有人抽到再說 這個真的跟我沒有關係 好啦有點想要但是沒有辦法 不然它好香喔你知道嗎 好那再來是課金的部分啦 還有一些些東西 像是入學裡可以再重新拿啦 可以獲得一個新的頭像 然後可以170元可以拿到10張 這個其實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然後買完之後呢 後面還有一包是總共拿6張 然後14天了可以再多拿到一張傳說金卡 所以這總共加起來是總共拿了19張通行證 然後再加一張金卡430塊 我覺得這樣還蠻賺的對不對 好啦不能說賺 要說划算 欸要說划算 然後有多兩張非凡卡包啦 可是我都沒有讓我賽到你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25了 又我快要保底了 我的天 好再來是賽季商店的部分啦 這個就是多那個MAB 去弄的就是我們在那個PEP上面 在PEPPPE可以拿到的幣啦 然後這個幣上面可以換到什麼 可以換到一些基本上的東西啦 不過這些東西我都覺得 好啦除非我可能就是換通行證啦 卡牌啦 然後神秘袋啦 對不對 然後線索 好啦再說看 反正有就換 好然後下面這邊呢 就是要花錢了 給你額外的禮包了 不過這個禮包我覺得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像沒有很便宜對不對 好啦 33元兩根這個我覺得還算不錯啦 至少他只給你買一次 而且我可以讀讀看 看有沒有機會讓我讀到 然後呢就是一堆課金的 然後這一次竟然有到3000元的 給你40張 喔 保底一張紅 給你保底一張金卡啦 然後一個紅珠 一個紅色線索 然後回憶藥水大 這個我覺得還好 反正可以馬上做出來看 我已經做出7個 這個還不錯 因為到時候都很少打了 你知道嗎 金卡金回想太多 想要全部升滿 結果沒有辦法 那個就是再說的事情啦 那我們就先來花個33塊 我們抽個兩次等等見 好那這邊我也給他買下來了 我們就去看一下神秘上面 甩個兩次 看一下有沒有那個機會 讓我白嫖一下 拜託了 拜託了 我覺得那一道真的很漂亮 好我們有兩次機會 我們就轉飛 可是我覺得一次要中 真的是太難了啦 太難了 而且現在有一點點lag 我以為 哎呀沒有那麼香 至少讓我中了我也開心 然後怎麼突然會那麼lag呢 沒關係我們就 有了 沒有耶 其實我已經抽到不知道幾張了你知道嗎 我這邊已經28張了耶 沒錯其實我剛剛又課了一些 好可能我剛剛在斜角上的關係啦 所以比較lag 我們現在就來在外面再轉一組版 有啦 順暢脫了嘛對不對 沒有耶 好奇怪 我明東電腦版 沒有 又是這個 有沒有機會 29了耶 29次了 有金了吧 哇塞 直接保底耶 好啦這就再說我開播的時候再來給他抽好抽滿吧 好啦這邊拿完之後 欸到這邊一定會到斜角上耶 難怪這邊就會lag 因為現在人太多大家都在抽嘛對不對 好 好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通行證的部分啦 那這邊已經解了一些啦 那我們直接從禮盒這邊解 我覺得啦 通行證算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划算最划算的東西 我覺得什麼都不課 但是通行證呢一定要課 那至於要課不課到最後面這個呢 我個人覺得 其實還好啦 除非你比較可以幼龍跟這個金幣 可是金幣它又不提高上線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還好 不然的話買豪華禮盒就好了 不需要買到金段 那我個人是買到後面啦 對我個人是買到後面啦 因為我想說我可以少玩一些就少玩一些嘛 你說是不是 好啦那這邊呢 主要就是這個作業量可以加一 代表我們升級可以升更快 然後每日複製呢 可以再多一點欸 多一張卡片欸 你知道這卡片是很難得的 能多一點就給他多一些就對了 OK好啊 那最後來看一下這一次100等送的卡片是 飛龍啊 因為送飛龍外觀嘛 就給你送飛龍的卡片 可是現在飛龍很像沒有自成一派對不對 好啦那就再說 木金的話 之前是玻璃獸嘛對不對 那現在變木金 那玻璃獸好像比較可愛對不對 而且給他錢這樣也不會幹嘛 我給了他很多次錢了 那就給到都忘記了你知道嗎 呵呵 對啊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幹嘛很像也不能幹嘛 只能看到這個小動畫而已 然後有點吵這樣 呵呵呵 好啦那最後最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棒的 就是他可以一鍵升級了 這真的是快到非常棒 你知道嗎 可是他錢有點貴欸 我六張卡片就要一萬多 所以我覺得那金幣 是不是一定要給他 想辦法賺好賺滿 不然我這160張抽上去的話 應該是來不及升級升上去的喔 來我們105塊給他花上去 沒有一張金卡啦 有一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的等級有給他往上升級嗎 有了升到52等了 160張我之後就來拍一張影片再抽吧 我希望啦 反正我60張抽完我要100張嘛對不對 我那邊就把他全部給他乾完 我就不等到下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我希望可以趕快多抽到幾張金卡 讓我的金卡給他上去 讓我的錢再多一點 讓我的等級再往上高一點點 不然的話真的有那麼一點慘就對了 OK好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B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拜拜